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你老师,我是你心底 今天要介绍给你的是一道餐桌料理哦 那它叫做红萝卜生姜浓汤 好,那你也可以打开食谱书的第59页 那我们食材非常的多 首先可以看到这一盆是红萝卜400克 好,除此之外呢 我这里啊,它还有奶油60克 那因为食服中还有加一样东西,它叫蜂蜜 那蜂蜜有10克左右,我把它们混在一起了 那接着把它们都倒进去 那在这一小盘里面啊,它有生姜两片 那盐巴2分11茶匙跟白胡椒2分11茶匙 加完调味的东西之后,最后我要再加 今天我是用蔬菜高糖500cc 好,接着我就要盖上涮盖 那我们是浓汤,对不对 浓汤当然就是要用1号的热汤功能键 开始 好,我们的红萝卜生姜浓汤完成了 超香的 那就这样,短短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 你们家餐桌的浓汤就可以出现咯 而且这道浓汤 其实它的红萝卜味,我觉得 喝起来没有很明显 所以我自己在喝的时候,就觉得蛮好喝的 那如果家里面有挑食的小朋友 有没有一些小朋友,应该不太敢吃红萝卜 那你就可以让他试看,把红萝卜生加浓汤 那让他试看,说不定他就会爱上红萝卜了 而且红萝卜里面有很多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已经健康的维生素A,对不对 那如果,除了我们今天这样做法之外 你也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做法 你也可以先把红萝卜用奶油跟蜂蜜先炒过 让他炒香之后,再把它放入调理机当中 可以做出不同风味的红萝卜生姜浓汤哦 要试试看吗?赶快去试吧 那今天心理解好的这边,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